内地计划加强监管金融科技 令到蚂蚁集团、京东等业务同集资计划 都可能有明显的变化 内地月初公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提出贷款机构为每笔贷款最少要出资三成 跨省经营的公司注册资本最少50亿元人民币等 由于监管环境可能明显有变 当局约谈蚂蚁集团高层之后 公司财职决定暂换上市 咸博引述消息说 蚂蚁正是与监管部门初商向小额贷款业务注资 同时放慢将现有贷款组合为资产支持证券出售的部分 公司原本通过出售贷款组合 由银行伙伴出资等 现在只是将大约2%的贷款计入资产负债表 远低过监管要求的三成 其他科目公司都可能受影响 京东原本计划分插京东数科在上海科创版上市 但据报相信难以预期明年上半年完成 正是与现有股东讨论选项 衡量是否要改变计划 至于平保旗下的绿金所 据报已经通知投资者 公司为贷款风险承担的比例 会由现在2%大幅调高到20 而且由于上市时 公司股值较上轮融资更低 需要与部分股东商讨 例如将持股转为可换股债券 减少对方的损失 不过腾讯管理层和投资者见面时 就派定深远 瑞银引述对方说 金融科技业务集中支付和财富管理 贷款主要由美中银行完成 符合银保监会规定 瑞银表明对腾讯 在网络游戏和广告的前景更乐观 为此买入评级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 Mov过不仅是被判断一样的 如果我们他们有杂争不证明 不仅是被判断片的